好,那這裡說回了,就到這個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來講呢,我們主要想講的就是 第一點就是,什麼叫Social Responsibility呢? From Responsibility to its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 那我們其實,如果你想講得闊一點的話呢 其實最簡單我們說,什麼叫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呢? 其實就是我們延伸到下面的Stackholders 那Stackholders呢,中文就叫做持份者,就是這個 那,在持份者來講,什麼叫做持份者呢? 那,在下面呢,其實它已經說了那個的定義了 的定義就是在這裡 那,這裡有什麼叫做持份者? Oh,a person or a part 可以影響那間公司,或者受到那間公司的決定 影響的,我們說都叫做Stackholders 那,所以有什麼的,或者Stackholders呢? 那,所以簡單來說呢,其實就是所有人都是 那,那就是怎樣啊?那,可以講得仔細一點嗎? 好了,那你看看,可以用下面一個例子去看看吧 那,那我們說,下面呢,這裡呢,就講出了一些的人呢 那,就是為之,什麼叫做Stackholders 譬如說,有一間叫Speed的Bicycle Shop 那,很多不同的人呢,都是它的Stackholders 譬如是一個Owner, Shop Manager 那,另外還有那些Workers Customers Supplier 或者是Government 或者是它那些零件的供應商 Bicycle Park Supplier 或者是Community and Social Security 那,我們說這些所有的不同的人呢 其實呢,都是屬於這個的... Stackholders OK,可以嗎? 那,這裡用紅色圈圈圈的全部都是 那,主要來說呢,其實我們都會... 呃... 比較少提及呢 就是Owner 和Shop Manager 比較少一點的 那,主要其他紅色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比較常講 那,究竟一間公司呢? 那,他們究竟有什麼的... 事情可以做呢? 去滿足到他們的... 滿足什麼呢? 滿足他們的... Proporate Social and Responsibility 即是個CSR 那,怎麼可以公司... 即是從公司的角度 從個Business 有些什麼... 他們之間有個... 各位Stackholders 應該都有個... 那,究竟一間公司... 怎樣去做一些的Action OK 或者不用Action 我們用Metress OK 一些的措施 或者一些的行為 是可以... 是可以去... 是可以去... 滿足到... 滿足到... 滿足到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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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到一個CSR的呢? 行不行?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之後... 會特別的... 一個重點呢? 其實想去講回... 究竟... 這裡... 怎樣可以去做得到? 特別是... 一間公司有什麼可以做得到的呢? 那,這個是一個好... 呃... 特別在考試來講 是會經常都去... 呃... 見到和需要去... 同學去處理的一個... 的... 問題來的 對不對? 那,好了! 那我們呢 就會逐個逐個去看一看啦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is Stackholders 那我都說了... 會集中去看回... 剛才有紅色圈圈的... 那些的... Stackholders 那,如果你問... owners和management 那些是否都是Stackholders 都屬於是的 但是... 我們會... 如果在措施上來講呢 我們會比較... 少談及的 因為... 始終他們... 例如說owners來講 那就是... 他們最關心的 還是... 就是... profit maximization 那... 那... 而... management 來講呢 就是怎樣做一個... resources 的allocation 那... 所以這個就... 或者... 我們會在... Social responsibility來講呢 就會比較少談及這兩個多些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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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ого... 那都補充回給大家 OK 好啦 那我們逐個逐個去看一看了 現在都 那麼 首先看了第一個 Employees Employees 即是僱員 是不是? 僱員 那僱員來說呢 你怎樣可以僱員 我想最關心的來說 一定就是他們的福利 OK Compensation 那麼 這裡其實這幅圖 其實就是一個都很好的 如果特別明天你 同學是讀這個 Business Management 那麼 其實或者 你不是讀Business Management 也好 但是其實呢 應該你都會 牽涉到這個HR的 OK 那HR呢 其實就是 講人力資源管理 這個很大的其中一個的 topic 那就是講關於 那個員工的薪酬 OK 即是那個Compensation 那個報酬 那個Rewards 那究竟怎樣 是可以 他做得好一點呢 那我想最重要的見到呢 就是說 講的那個 Above 這個字 Above 那個Market Level 就是說 比起你的市場上面的平均呢 其實我們再要給多一點 那不就給得更加豐厚一點 那其實 我想這個員工呢 其實都會覺得 顧主呢 對他們非常之好的 那另外特別是 如果你說的 一些 Safe And Healthy Working Amourment 特別對於 我想是 Catering Industry 那或者做一些建築業 Construction 的 這個特別為之重要 因為你做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廚房或者建築業那些 都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你提到安全而有健康的工作環境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可能其實你提供的之餘 那你就要想一想究竟有沒有一些什麼的 安全的測試呢 就是可以 給得到你的員工了 那當然看回旁邊 這裡其實去到第二個點的時候 其實這個位置其實很多的字 大家都可以認識 例如Salaries Salaries就是月薪 那另外還有Pension是什麼 Pension分譯退休的基金 那或者Commission Commission就是佣金 那還有Insurance 有沒有一些保險可以給到 同工的呢 Options Options就是一些 叫做應股證 那就是如果你用一些應股證 可以用一些比較低的價錢 換回公司的股份 Bonus Bonus就只不然是這個花紅 那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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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於你看到這些字 其實都是屬於 Combensation的範圍的 那我們是第三個了 第三個就是 喂 除了有工作環境安全 有Combensation 還有沒有一些訓練 那 那 例如可能是做一些workshop OK 可以嗎 那又或者是一些lecture 那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訓練 那當你如果你學到 這一個的 HR裡面的訓練 那個 服務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再講得多些的 好了 那到這個的 我們講完這個Employee了 那 到Customers了 OK 那Customers來說 就是這個 顧客 那顧客 那顧客呢 他自不然 最常講的是性能與價格 那這個我們 如果你 呃 比較接觸得多 內地的 呃 新聞 或者買 那很多時候 他們整個人都 好像用一個 叫性價比 OK 性價比 就是好像這個天秤那樣 可能性能 和價錢 和之間的比較 那究竟喂 是不是用可以 那些人 那些人 有些人 就會說 可不可以用這個 借渣價錢 吃到燒鵝的味道呢 OK 那就是說 平靚靚正 所以 第一個 你會看到 就是可不可以有 Quality的 Goods 這個 是一個 reasonable price OK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customers 最 concern的 就是除了是 一個 goods 或者 service之外 價錢之外 或者 Quality之外 究竟 他們可不可以幫到 即公司 會不會是 做一些組織 去 Fulfill consumer rights Consumer rights 即消費者的權益 例如有 right to complain 即是說 他有沒有設立一些 我們叫做 舉個例子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那 那個 的 顧客可不可以把他的意見 反映給那間公司 聽呢 那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顧客可能會比較想 呃 遇到的 想要的一些 的事情 或者他們可能是 right to be informed right to be informed 的意思就是說 哦 原來那個顧客 是想 那要清楚 是可以 知道 想公司有一些 的資訊 OK 那這個叫right to be informed 那或者 right to choose right to choose 就是可以選擇 OK 那他有沒有一些 的 選擇 是不是單一選擇 呢 可以選擇的呢 所以呢 這些種種的 其實都是一間公司可以做到 嗯 去幫到那個顧客呢 去 即是幫到那間公司去建立 這個一個企業的形象 那 那 我感覺到這個社交責任 啦 好 那之前呢 就說了這個 的 嗯 employers 還有這個 的 customers 那現在到第三個呢 就會去到這個 suppiner suppiner和creditor呢 都很像的 你會看到兩個 那所以我都兩個 將它混在一起 講 那其實suppiner就是 供應商 那通常現在 你們 或者大部分 在外面 做 的供應商 通常他們都會 做這個 credit purchase 的了 那 credit purchase 其實是說呢 那一定就會 那一定就會 變身到會有這個trade payable的出現 那 這些就是你的accounting 學的 ok 那trade payable呢 那其實就是一個 current liability 對不對 那所以呢 變成了呢 其實你是要定時呢 就要 給回 那個錢給回 你的suppiner ok 那這個就是你的suppiner 那 所以呢 變成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 所以呢 你就要 make payment 那 prompty 就是準時 ok 那 準時付錢 那就 找清 所有的 數目 就不要拖 可以 那 這個呢 我想就是 呃 就是 我們俗稱要拖數 好啦 那 crediters crediters 那 其實都是 債主 那 通常可能 債主 在這個refer 那個case 其實就是 你問銀行 借了 Band Loan 那 於是 你就要還回 本金 和 利息 那 就是 還回給銀行的 可以嗎 那 於是 都是一樣 時間 按著 合約去 還回錢 OK 可能你每個月都要還息 的 那就還回月息 那 最後一段時間才還 本金 或者每個月都是 本金跟你一起還的 等等 那 所以就要看回 你的情況 而定 但是 大的原則 都是一樣 都是說 要make payment 是 promply 就是acquire timely 好 再下 就是這個government government 政府 我們最關心 政府 如何 去 療癒 對於政府 如何 去療癒 他的責任 即是 職業 的話 我們說 最重要的是 契約 Pay 很明顯 如果你看回這張圖 就是 這個 應該就是 政府 加稅 這個就是一個業務,要交稅 如果你要復興這件事就很明顯要交稅 交稅在香港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Profit Tax Profit Tax就是利得稅 如果你是沒有盈利的話 做到沒有盈利的話就不用交稅 第二個就是Race 這個就是踩響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有多利康 通常我們就Rent and Raise 這個都是Pay Tax 所以最重要就是交稅 又是準時地交稅 第二個就是Fulfill法規的要求 Complied with law and regulation 例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你要給你的員工最低工資 每個時候不同 暫時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就32.5% 但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就是MPF Mandatory Property Fund Contribution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僱主 是需要去做公款的 可以嗎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Business 那究竟你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交稅 第二個就是要Fulfill法規 好了 到Competitors 這個也是一個 Competitors 首先我們就說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特別是在現在這個勢度來說 我們說有公平競爭法 即競爭 競爭條例的實施 那有時候如果你看一些廣告 或者政府都有宣傳 那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有一些叫做遺標 或者聯合的行為 即串謀等等 其實我們也未必是會 令到其他的商家 去一個好的營商環境 特別是一些大的企業 可能會聯合做一些合謀頂價等等 所以如果你說 要對於你的競爭者 提供公平的機會較量的時候 那究竟你有沒有做到這件事呢 這個也是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作為一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就是這樣看的 好 最後了 那Communities Communities Communities就是社區 社區來說 我們說其實 都有幾方面可以去講一講的 例如說 Protect environment 環境的保育 OK 那我看回這幅圖 例如做一些綠化 OK 行不行 那綠化都是其中一個的 可以想的選擇 或者一些 做一些 recycling OK 即是 環保節約 節能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Protect environment 的 措施 或者可能 減少用紙 這些都可以 那當然要進入一個題目的需要 怎樣說 好 那第二呢 就有一個 所謂的 corporate charity 的Dolation 即是一些捐款 例如這個例子 可能這裡 說真的就是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它有一個 叫慈善基監 那它這個基金 就是專門成立 幫助一些 社會上的 弱勢社群 有需要 用到錢的時候 就要做一些捐助 行不行 到最後這個 那就 鼓勵你的員工 去參與一些 volontary service 就是一些義工服務 那麼 義工服務來說 下面這個 例子 其實就是中電 中電義工隊 那麼 中電義工隊 有時候可能你看 新聞 在這個 廣告都會見過 他們可能會去 幫我一些 公公婆婆去 維修電器 或者去 和一些 其他 一些 老人院 去看看 他們的合作 或者其他的 做一些服務 那 只要這個 就是中電 我們說 都會派一些 員工去做一些 義工服務的 那麼 這也是回饋 社會的做一些 行為 行不行 那 總括來說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了不少 那 所以 有剔的那些 之前你看到 有剔的那些 我都是建議各位 去背一背 寫的時候 就會方便一些 那 沒有剔的那些 是不是就不用呢 有一個略略的認識 因為那些 在marking上面 特別是DSE 來說 都是比較少考到的 所以 各位就要留意了